河南新阳意外出土一黑棺 棺内放置一把千年宝剑 可即便过去千年 这把宝剑依然锋芒毕露 拔出后甚至泛起蓝色忧火 这不禁让众人感到神奇 难道古人真的有让物体不服的办法吗 这座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时间来到2016年9月25日的这天下午 专家为了研究墓葬的历史遗迹 特意喊来了十几名壮汉进行开关行动 可墓中的棺材材质太过奇特 即便壮汉们拼尽全力也无法将其打开 甚至一度将钢筋扭曲变形 这就奇怪了 古时的棺果就算材质再过坚硬 也不至于将钢筋扭曲吧 好在专家通过分析确定 这座棺果因为材质的特殊 很有可能保存完好 因为盗墓贼目前的技术 还无法开启这样的棺果 这也使得专家们沉重的心释放了一半压力 而他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挖木 还要多亏了一位村民 如果不是他当时发现吉时 很有可能专家们来到此处时 早就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了 为此专家们日夜操劳 经过六个月的不断挖掘 终于将一座甲字形墓葬挖了出来 从专家测评的面积来看 这块地区有120多平米 说明墓主生前应该是一位商人 可就当施工人员准备继续开采时 专家却暂停了他手上的工作 原因也很简单 专家发现棺果表面铺着一层细薄的草席 在上面的泥土橙色湿润 不仅如此 还散发着自然的草木香味 这样的手工制品可算得上是极品 制作人的手艺是要达到多高的程度 才能实现这样的产物 为此专家们也清楚 这个棺果底下躺着的人并非常人 必须采用专业设备进行挖掘 那么专家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河南信仰 惊献千年神兵 其埋藏方式过于坚硬 哪怕十几个壮汉上前撬棺 都相安无事 专家为此惊呼 这座棺果埋藏的人绝对不一般 那么牧主究竟是谁呢 看着一根根钢筋都被扭断 专家也清楚 这样的棺果需要特制材料来撬 所以便叫人搬来了吊车进行开关 这也使得棺果内部终于重现人间 众人一看瞬间傻眼了 只见棺果内放着一件件价值连成的陪葬品 可牧主身旁却放着一把戾气 其含义包裹着宝剑的外部 专家不禁推测 这是用来辟邪的宝物 专家们也顾不上在这里称探 而是迅速将宝物带回了实验室进行研究 可意外却发生了 就当众人带着黑官来到城内的实验室门口时 壮汉们在搬运棺果时 壮汉乘坐的车胎突然出现变动 众人瞬间失去了平衡 棺果也因此撞到了门上 好在这些壮汉也不是吃素长大的 对于这样的突发意外 很快便掌握了平衡 致使棺果没有受到严重的撞击 经过大家的搬运 在半个小时后 这座黑官被放置在实验室的大厅内 打开了保护棺果的外部挡板 棺材被打开以后 研发专家看着棺果内漆黑的淤泥 不禁凯探这座古墓的历史久远 毕竟墓主的尸骨早就腐化成泥 想要进行复原是非常困难的 但棺果内的产物却保护得一场完好 专家对此必须要好好研究一番 随后记者调好了拍摄角度 专家便开始了研究 为了更好分析这座棺果的历史 专家将棺内的所有淤泥 一点点的清除了出来 深怕拉下一点 可惜的是直至专家将淤泥清洗干净 都并未发现墓主的身份 唯独那把带有含义的保健 成为了专家们探讨的重点 至此专家们的工作也只好告一段落